Hello 大家好 韋元真師傅 來到今集《你算什麼人》系列的第八集 我們講新金了 如果大家還未知道自己的日元是什麼 就可以看回本系列的第一集 裡面有詳細講解 又或者在下面留言給我 等我幫你查也行 新金屬於十天桿的第八位 陰性 五行屬性就是金 類像是金屬精品寶石 例如金銀豬肉、手飾、小型工具等等 新金人大多數給人的感覺很優雅 很有秀氣、注重細節 有同情心、人際關係很好 但實際上他們是外游內綱 喜悟很分明、怕沒面子 喜歡物質慾望 不過他們做事很有耐性 很喜歡改革、創新 雖然金是主義的 但新金人和金金人對情義的態度有不同 因為金金人是合二 而且他們是一把大刀 所以路見不平自然會拔刀相助 而新金人是一把優雅的小刀 所以他們的江湖自然會小一點 即是如果你不是他眼中的自己人 他們未必會仗義幫忙 新金人的外在個性是自尊心很強的 因為新金是一些被人觀賞的珠寶飾物 所以如果有些自尊心過度 就會很容易變成一些極之要面 很重視體面的人 當然,呈現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 有些會很陶醉 經常要炫耀自己的聰明、成就 另外一些會是穿衣、裝扮、很健身 很在意別人的目光 同時也很注重一些生活品味 例如吃飯又要吃裝修、吃氣氛等等 所以如果你想成為新金人眼中的自己人 尤其是他是你上司、老闆 或者一些重要人物的話 你要懂得頭其所好 不斷刷鞋子 就什麼事都好辦 事業方面,剛才說過 新金人很注重面子 所以他們對自己的要求都很高 是一些典型的完美主義者 加上他們無論是做事或學習 都很有耐性 所以很擅長打持久戰 舉個例,譬如說一些業務發展 更金人適合做開發 而新金人最擅長是做優化、維護那方面的工作 所以一些公眾 例如公眾 例如公眾 公眾 公眾 移民顧問 或者是一些專門幫人 申請牌照的生意 你給新金人做 通常都會做得很出色 另外你會發現新金人 通常都會有一些專門的技能 所以你只要放手 給他們盡情發揮 他們不但會完成任務 而且會做得很完美 所以新金人其實都適合 從事一些需要長時間訓練 或者一些工多藝術的專業 例如廚師、演奏家、舞蹈家、畫家、律師、演員等等 缺點就是意志薄弱和探武虛榮 雖然同樣是贖金 但新金就不及得上金金的光銳 因為他們畢竟已經是一些被火煉過的金屬精品 所以他們的抗壓性相對比較低 加上新金人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 他們很自然會覺得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磨煉已經很足夠 所以如果人生在工作上 就會顯得很怕手氣、怕壓力 意志力很低 至於貪慕虛榮 我必須要強調 除非你是佛門出家人 否則十天干人都有虛榮心 誰沒有呢 因為嚴格來說 他只不過是人類的心理狀態 所以有些人都認為虛榮不是缺點 至於是否虛 就要看你有多嚴格去界定 以及那個人的自卑程度有多嚴重 為何要選擇新金人來說 當然要怪他們是十天干之中 自尊心最強、最重視體面的人 健康方面 相對於金金人 新金人的性情比較溫和 加上他們要保持靚的狀態 所以新金人一般都很注重健康 很少病 以及上一集講過 金是主管呼吸系統 而新金是代表肺部、肢器管和牙齒 所以新金人就注重這幾個部位 以及呼吸系統的疾病 戀愛方面 新金人講究體面的態度 同樣會流露在愛情上 正因為是這樣 當他們遇到一些心儀的對象 就不會很熱烈 或者很主動地展開追求 而是會製造氣氛、flirting 去吸引對方去追自己 都算是很穩陣的方法 而新金女性就更多一種狀況 就是他們大多數都不相信有情飲水飽 為甚麼呢 你試想像一下 又要化妝、又要護膚、又要收身、又要買包包、又要快餐 如果沒有一定的財力的話 怎夠飽呢 所以如果是富家女 或者有一定的財力 就當然不是問題 否則這一點就是新金女性的宅偶條件之一 又或者是他們結婚之前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不過新金人結婚之後 通常都很疼自己的伴侶 因為伴侶是他們的成就之一 況且婚姻失敗很沒面子 對不對 好了今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講任水人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片 就麻煩幫我按個讚 分享出去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好嗎 下一集見 拜拜 267 2 4